我睁开眼来 因为是在洞窟中 光不怎么能照进来 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睡了多久 看向出口方向 只有入口附近一带有日光摄入 虽然搞清楚了肯定不是夜里 但光靠这样连是早上还是傍晚都分不出来 洞窟生活不管怎样都会打乱生活感觉 妈 基本上吃饱了就睡的 我原本就没有要过规律正常生活的必要性就是了 肚子饿了就起来 肚子吃饱就睡 这种生活也是可行的吗 龙生真心安逸呢 总而言之 先检查下回复到什么程度了吧 这次睡得相当沉 感觉基本达到了万全的身体状态 Status月览 种族 恶病子龙 状态 通常 要V 14比40 HP 9292 MP 9595 确认了 HP与MP全部回满 很好很好 这样首先就不会有挂在森林里这种事发生了 要是有比自己强的魔物的话可以立刻逃走 要是HP减少了就立刻回到这里来呢 那么今天要干什么呢 总之先升级和确保食物吧 接下来是那个赤斗般的东西 之后 也采摘一点其他让我在意的数果吧 啊 对了 也想要毯子那样的东西 去难捕灰狼吧 为了能够人化时做准备 是不是也该做点像衣服那样的东西呢 照这样子下去还搞不清是不是真的可以人化 但说不准能因为某些契机学会 不是吗 神之声固然形机可疑 会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在撒谎 而且搞不好只是也存在能够人化的个体这种程度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 世上也还是有个万一啊 虽然也没期待到那种程度 但希望也并非灵 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做准备啊 就算说是人化 按正常考虑也不会冒出衣服来吧 赤条条前往村庄的话 哪怕是人类的身姿也会被当成可疑人物啊 就算没法准备正儿八经的衣服也好 覆盖身体的斗篷那样的东西还是准备一下吧 只是姑且准备一下了 姑且 真的只是这样了 照这节奏 等到最后结果人化之术技能还是没出现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但还是应该为不知何时会出现的惊喜做准备 有就赚到了 就以这种程度来考虑吧 不过 该怎么说呢 要是帅哥就好了 当然 说的是人化后的我 话说回来 静淡之前身为人类的我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呢 完全回想不起来呢 身为人类的时候 是钱是吗 我也过了相当久的龙生了 这明显是另一个世界 最近我也开始像这样接受现实了 一开始那时候 我还做了许多诸如 一觉睡醒就会恢复啊 被邪恶科学家塞进了弹形胶囊啊 因电视节目企划 被带到了哪个外国国家啊之类的妄想 搞不好看到人化后自己的脸孔 会以此为契机回想起前世的事情呢 说不定前世的我会作为人化的主要外观要素呢 开始在意起来了 但也觉得事到如今怎样都好了 要是想起来了 可能会让现在的生活艰辛起来 就这样想不起来或许还比较好 人化成帅哥 嘛 跟那女孩相会处好关系 然后再暴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怎么样 像是我正是那时候蒙你相救的龙这样的 以鲜河的报恩般的方式 我用自己的灵来做衣服 不行吧 不行呢 感觉磨到皮肤超疼的 不过像这样 是不是稍微有点浪漫 那就够了嘛 梦想和希望是很广阔的 就到此打住吧 明明是考虑为突如其来的惊喜 做个准备来住 我到底在妄想些什么啊 我趴地拍了拍自己的脸 重新打起精神将妄想赶出脑海 好了 已经来到洞穴外了 开始升级吧 是比自己弱上个两届的敌人就好了呢 扑上去一发龙拳 就KO的是最好的 环顾四周 发现在有点距离的地方 存在着一滩淡琉璃色的水袜 就水袜来说 是不是隆起的有点太多了 再蠕动 难道说那个是魔物吗 看上去实在不怎么强 或许是正好适合拿来当经验值的对象 不过看上去不像能当食物的样子啊 感觉勉强去吃的话会吃坏肚子 总而言之 先用SATS阅览吧 以通常技能SATS阅览 LV3无法正确取得情报 花 影联 通 M 15分之6 龙 17 19 旋 D 5 C367 4 弦线 应要从C CV 徐者 F加 若 LV LV 悟性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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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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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 LV 疼 总觉得头好痛 好热 通常技能SATS阅览的等级 从LV3提升到LV4了 我说 哎 哎 安哈 怎么回事 呜啊 好恶心 这就是那种绝对不该靠近的家伙吧 太好了 要是没有SATS阅览的话 说不定就靠近过去了 虽然SATS阅览平常就是被我可见用的技能 当刚才那说不定是它发挥最大用处的瞬间 刚才要是没看那个 多半我现在已经被干掉了 能看到的数值虽然并不是很高 但能感到一股深不可测的恐怖感 它就在我定居的洞窟附近 这样没问题吗 话说 待在这个森林真的没问题吗 不如说 那个村子就在这森林附近 没问题吗 这边有超可怕的怪物哦 什么的 是史莱姆吧 这个世界的史莱姆也太不祥了吧 到底是克苏鲁系的邪神还是什么啊 还故意在技能LV上开了天窗 让我觉得遇到比我位阶更高的对手 SATS阅览有没法正常工作的可能性 虽然这么想 但那家伙的Rang不是F家吗 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总而言之趁他没注意到我赶紧逃吧 该说跟他扯上关系会后悔一辈子呢 还是该说一辈子会在这里完结呢 我一边盯着那个迷之史莱姆 一边后腿拉开距离 慢慢的 慢慢的后退 别注意到我哦 千万别注意到我哦 哦哦 好险 差点摔倒 因为我倒住走 一脚踏空 身体失去了平衡 史莱姆就像是对这声音做出了反应一般 突然朝这边接近过来 虽然一点都不快 但他确实是在朝我这边移动 毫无迷惘 宛如在地面滑行一般 嘎 我不由自主叫了起来 使用滚动逃离史莱姆身边 获得耐性技能恐怖耐性 LV1 获得通常技能咆哮 LV1 称号技能胆小落跑者的等级 从LV1提升到LV2了 成功从史莱姆身边逃跑的我 一边喘着粗气 一边走在森林中 在庆幸自己成功逃脱的同时 冷静下来的我开始思考起来 那家伙真的是那么危险的存在吗 像是Status的数值并不怎么高 Rank也是 明明白白写着F加 因为我把Status阅览当成救命稻草 所以当他不能用的时候 就产生了过剩的畏惧 因为这个技能 也存在着系统上的技能等级 所以也预想过 会有没法查看Status的对象 但其实看不到Status的对手 与对方毫无疑问 处在优位之间 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啊 或许单纯只是有着 与Status阅览相关的耐性 又或者是有隐藏正体的特性什么的 话说 那个乱码实在太让人不舒服了 都是他的错 不如钱粹什么都别显示 我有自信说 这样我还能更冷静一些 我为啥要对中那种水蛙 吓得发抖啊 事到如今 这反倒成了个疑问 就那Status 怎么弄都能搞死他吧 下次再遇到他 远远地丢石头试试吧 笨 那是啥啊 大树的树荫中有这个像是蓝色水翁的东西 那东西问口朝的摆在那里 拿来装水果之类的食物或许不错啊 我刚好还想到要试着坐下保存食品看看呢 那东西被放在那里 感觉是被丢掉了吧 确认下里头的东西再找找看施主吧 要感觉是被丢掉的东西 我就拿回去用吧 我试着接近它的旁边 但附近没有人的气息 总之先把这蚊翻过来确认下里面的东西吧 就在我想把它拿起来的时候 倒扣的壶蹦了起来 对我发起了冲撞 嘎 好疼 完全被打了个出其不意 无防备的下额 胸口吃到了猛烈的打击 迷之蚊在与我击吐之后当即后退 拉开距离 疼疼 但也没有吃到特别多伤害吧 不过倒是让我通到骨子里去了 我重新看向那蚊 只见它下面冒出了蓝色的手脚般的东西 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虽然毫无疑问肯定是魔物就是了 种族 蚊归 状态 通常 LV 三十五分之九 HP 二十八 二十八 NP 二十七 二十七 攻击力 二十一 防御力 一百四十五 魔法力 四十三 速度 十二 Rank D 特性技能 归之甲鞘 LV4 热感之 LV3 HP自动回复 LV2 耐性技能 物理耐性 LV4 魔法耐性 LV3 麻痹耐性 LV1 水属性耐性 LV1 通常技能 缩入壳中 LV3咬镍 LV1钢铁冲撞 LV2 护棚引半 LV3缓速 LV一回复数 LV1 称号技能 铁臂守卫 LV4 鱼顿者 LV2 瘟龟 也就是说 是龟嘛 虽然伸出了手脚 但完全看不到 这家伙的头和尾巴 该说他那甲鞘太大了呢 还是该说 那颗身的毫无意义呢 正如他的名字所示 背着个水瘟一般的甲鞘 要打倒这家伙 得想办法卸掉那瘟甲鞘啊 他虽然死硬死硬的 但防御力以外的 Status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没有看起来特别危险的技能 还真亏你敢偷袭我呢 你这混蛋 我缩短与问归的距离 用龙拳从下向上笔直给他打飞 基本就是一招生龙拳 然后接着对准浮在空中的问归 纳翁的入口 问归的腹部放龙拳 问归飞出树米 身体砸在树木上 痛痛 拳头好痛 这玩意到底有多硬啊 刚才那下应该相当有效对吧 问归淡然地爬了起来 慢吞吞地想要远离我 未未 难不成无伤吗 应该不可能吧 种族 问归 状态 通常 LV 35分之9 HP 2428 NP 27 27 未未 你逗我吧 我都打了两发龙拳了 就只能给你打掉四点 HP啊 也就是说 想要收拾掉 你必须十二发连打嘛 烦得要死 而且感觉打倒后 问甲翘也破破烂烂 不能用啊 不过我也没有不破坏 问甲翘打倒他的手段啊 感觉光靠除载吐息 没法突破那防御力 而且在问归爬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 看来在问甲翘的内部 有着盖子那样的东西 感觉有危险 他就会缩回手脚 盖上问甲翘 就跟熔罗一样 虽然是个超出 我想象的麻烦对手 但他防御力以外的 Status相当低 几乎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偏攻击类的技能 也顶多就是 钢铁冲撞这样的了 刚才因为他突然袭击 吃了一发这个 但就是这个钢铁冲撞 也几乎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就算再怎么样 也基本没有 被问归杀到的可能性吧 感觉能吃 作为猎物是最合适的 能打倒的话 就试着打倒看看吧 对我这边来说 没有生命危险 很有挑战一下的价值 正是所谓的 无风险高回报 万一真的激战下来 我这边落了下风 我的速度也比他高得多 只要逃就好了 不过 在此之前再确认一次 他的Status吧 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呢 种族 问归 状态 通常 LV 三十五分之九 HP 二十八 二十八 MP 二一二七 哎 你这回复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已经回复了四点HP了吗 是这回事吗 一般来说 不应该回得更慢吗 这就是HP自动回复 LV2的力量吗 啊 这不是消耗了MP吗 让我吓一跳 好像只是用恢复术 回复了而已啊 该说他慎重吗 很是浪费MP啊 要是不更节约一点的话 很快就会耗光光哦 妈 这种事情怎样都好 我奔跑起来 再次接近问归 再度使用上钩拳板龙拳 让其复空 拳头超痛 我得忍住啊 拿出能打破 自己拳头的势头上吧 不这样就打不倒这家伙 我瞄准飞在空中的问归 从左右同时放出龙拳 加击他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三发 痛啊 给我忍 再来上钩拳 然后跳起来 双手交握砸下去 将其击落 在空中咕噜噜一个回转 利用离心力提升威力 以尾巴的一击龙尾招呼他 还没完 还远没有结束哦 再进一步回旋身体挥出拳头 把他砸向地面 问归的身体就这样嵌入了地下 称号技能肉搏者的等级 从LV3提升到LV4了 这样就打了七发 七发 累死人了 辛苦的要命 手疼的要命 总感觉光是揍上去 就能让我HP刷刷往下降 考虑到他回复的量 还需要再加两连打 也就是必须要14连打 做不到吧 绝对做不到 与其说是做不到 不如说是不想干 我这双黑手各种的通红哦 我以为要的鳞片也剥落了哦 稍微休息一下 确认一下给了他多少伤害吧 种族 问归 状态 通常 LV 三十五分之九 HP 十四二十八 MP 2127 比我想的还要有效 好的还剩一半了 干劲涌上来了 要是在这里松懈 刚才的联机就被无谓的浪费掉了 虽然拳头 尾巴肿得老高 但现在也只能靠意志与毅力顶过去了 还有七发 大致上再做个七发就能获得胜利了 哎呀 意志和毅力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来住 就在我对与现状毫不相关的事情感到疑问时 问归的身体开始被一种让我很有既视感的光包袱起来 胃 助手 种族 问归 状态 通常 LV 三十五分之九 HP 二十八二十八 MP 十五二十七 啊 用了恢复术呢 笨 呼 唇爆了 就知道你会来这一处 不过我什么对策都没准备就是了 我自暴自弃地抱住问归 爪上发力 猛挠盖子的风格 给我开 要是没有这个的话 要是没有这个的话 伴随着啪的一声 我的一根尖爪连根折断了 嘎 静谧的森林中 只有我的叫声四处回响 飘向远方 那之后我试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想要消耗问归的HP 毒牙差点折断了我的牙 麻痹毒爪崩飞了我的爪子 这可都是有点疼的 真是让人泪崩啊 堆起树枝用出载吐吸点火烤它 姑且能造成伤害 但似乎输给了HP自动回复 在感觉HP减少了的瞬间遭到回复 两箱抵消 没招 其他方法也是了不少 但全都惨败了 问归就好像在嘲笑我的行动一般 时不时发出问嘎咪 这样呆头呆脑的叫声 畜生 居然敢这么耍我 看来只能用最后绝招了 我这么想着 抱着问归移动起来 要是放弃剥取问假翘 以及获取粮食的目标 只确保经验值的话 也并不是没有手段 我也相当努力了 至少给我拿个经验值吧 什么都拿不到 也实在是太空虚了 所以我就算明白这样很无情 也不得不这么做 不要怪我 我想要赶紧提升等级 学会人化之术 逃离恶之道啊 森林里有道悬崖 就是我为了摆脱大蜘蛛飞跃的那个 我站在崖边 温柔地抚摸问归的盖子 你的死一定不会白费 我会变强 所以原谅我吧 问嘎咪 嘎咪 问归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发出叫声 我轻轻甩了甩头 将问归投向牙下 问嘎咪 问归向着深深的牙底摔落 悲鸣在土壁间回响 声音叠加 变成了长长的一道声音 传入了我的耳中 问归撞上牙底的岩石 摔得四分五裂 在他被灼流吞没的同时 那林中的悲鸣也消散了 别了 问归 你曾是我的强敌 独作伙伴 获得经验值三十六点 英称号技能行走的弹 LV的效果 进一步获得经验值三十六点 恶病子龙的等级 从LV14上升到LV15了 神之声淡淡地宣告了 速敌的绝命 我以此为食粮提升了等级 激战之后是无尽的空虚 用尽全力以招式对决 互相认同 而最后告别的时候 终将来临 我重新认知到自然界的严酷 在些微的成就感 与远超过他的焦躁感的驱使下 转身背向山崖 获得称号技能卑劣之王 LV1 称号技能遏制到的等级 从LV2提升到LV3了 虽然刻意找了些漂亮话 在心中做了自我总结 但果然还是会变成这样呢 想着称号技能 难道不是受我意识影响比较大吗 这样那样一个人折腾了半天 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效果 不过卑劣之王也太过分了吧 你看 我本来一度想放弃离开的 但那个问归像是朝梦我一般 对我叫了起来啊 这样不就让人感觉无路可退了吗 虽然想到过把它扔下悬崖 或许会得到奇怪的称号 但仍然忍不住做了 毕竟我还想要经验值 就我这边来说 做到那个地步 却一点成果没有 你看对吧 就算是我 也会觉得不为了吃它而残杀 没有袭击我的生物 像是对自然的冒毒 但这果然还是必要的事情吧 我明白将它丢下去杀掉 也能得到经验值 这点也很重要 有能得到的东西 这应该不是无意的杀生 嗯 和掌对筑山崖稍微败一败吧 不过话说回来 负面称号在稳定增加了 这样下去 还有正儿八经的进化路线吗 总感觉有种履历上有瑕疵 使得就业选择减少的心境 大魔王龙王路线 可是绝对静械不明啊 我要严重清廉正直的光之道前进 与人类共存的路线就很好 那么 也相当累了 猎点够吃的猎物 再收集点植物就回去吧 没能拿到瓮 真是可惜啊 直接放在土上面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觉得拿那东西 做个室内装饰也不错啊 啊 拿不到的话 自己做试试吧 找到黏土质地的地方 挖回去捏成形加热 是不是就能做出来了啊 不过这样的话 火就是问题啊 听说那需要相当高的温度 除载土稀能行吗 准备碳的话 或许能有办法 不实际尝试一下 就搞不清楚吧 有的是时间 姑且做做看吧 淘气什么的 从神温时代左右 就开始制作了吧 那我也总能有办法的吧 在那洞穴里铺上熔毯 摆上淘气 嗯 挺好的嘛 多下点功夫 做成有品味的感觉吧 做点话剧之类的东西 在墙上画点纹饰也不错啊 我已经跃跃欲试了 很好 目标增加了 嗯 这是好事 我猛一转身背对山崖 注意到草木 在刷刷摇动住 有什么过来了 而且不是一只 有很多 鬼鬼祟祟的 要来的话就放马过来 过 哦 发出咆哮 微微牵制一下 好了 接下来你们是要逃呢 还是扑上来呢 如果是像这样 还能保持待机的冷静 且统于有度的家伙 就稍微有点麻烦了 草木的摇动停了下来 周围一片寂静 下一瞬间 十个瘟 不对 十只瘟龟从草丛中现身 向我爬来 什么啊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总觉得 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 立刻进行 Status确认 LV 攻击力 技能 都没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当然 也没有呈现乱码的家伙出现 要打复仇战吗 这么说来 瘟龟也有着呼喷瘾� 是最后的叫声 召来了同伴吗 不过这帮家伙 脚长又没多快 不用老老实实 当他们的对手 逃跑也是可行的 他们死硬死硬的攻击 难以生效 只能丢到山崖下面去 但这样 事后感觉实在是不好 而且还会增加奇怪的称号 把这帮家伙 从左到右 一直不胜地丢下山崖 应该能提升一定程度的等级 但充其量也就是一定程度 并非不可取代 改以灰狼为目标 也不是不可以 虽然效率会稍微差一点 虽然对不起 一心复仇的你们 但能不能让我开溜呢 我猛踹地面 张开翅膀 赢得更高的跳跃高度 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跟问归胡闹的打算 就让我赶紧跳过去跑路吧 实之问归 从问甲俏中探出头来 瞪着身处空中的我 什么嘛 这帮家伙 原来也好好藏着脑袋啊 一开始那家伙 直到最后也只伸出过手脚而已 嘎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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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嘎咪 嘎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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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瞪着我的食之问归 纷纷从口中发出叫声 紧接住 隐隐贩子的光芒向我袭来 误碍 那啥啊 魔法吗 紫光的精度好像不怎么样 忽左忽右地掠过我身旁 好险好险 我可不想中这种不知底细的东西 问归持有的技能 缓速吗 从名称来看 像是削弱我速度的技能 啊 吃到一发了 光碰到我之后变小了 钻入了我的身体之中 虽然不痛 但一股不快感在全身扩散开来 吃到一发之后 两发 三发 不断有紫光钻入我的身体 结果合计吃到了四发 乌碍 总觉得好不舒服 有种奇怪的浮游感 哎呀 总觉得周围的景色完全不动了哦 我现在正跳在半空 没错吧 这个 是我变慢了吗 感觉像是基本固定在空中了 我眼前的问归 砰砰跳住叠起罗汉来 搭起了一座石层的塔 最上面的家伙 刚好跟我的视线等高 嘎吼 他缩回手足以及脑袋 向我扑了过来 因为缓速的原因我来不及防御 胸口吃到沉重的遗迹 话虽如此 他们攻击力本就不高 因此伤害也微不足道 没有这急的必要 没错 没有这急的必 痛啊 面对在空中吃到冲撞坠落的我 处在第九层的问归也跳了过来 哦嘎 这帮家伙是不是太重了 平时到底吃的是什么 啊 第八层的来了 该吼 第七层 咔哈 这之后 第六层 第五层 第四层 可 剩下六只分的冲撞 我也吃了个结结是十 掉到了地面上 就算一只一只的伤害很小 十连击也相当难熬 我背不住地 仰面躺倒 十只问归围住我 脊柱体重不断发起冲撞 好痛 好痛 真心好痛 对不起 我会道歉地请住手 我说真的 我使用滚动 以最大速度脱离问归的射程 因为缓速的原因完全不快 但即使如此 也总算从那里脱离出来了 啊 不过又被绕到前头去了 现在的我简直有点慢过头了 喂 我解除滚动 瞪向问归 让我来先瞅一眼 他们的Stars吧 这帮家伙 是不是又会激出缓速啊 这魔法也太过危险了吧 种族 问归 状态 通常 LV 1315 HP 2430 MP 19 种族 问归 状态 通常 LV 735 HP 16 NP 23 看这减少幅度 缓速似乎会消耗 10点 MP 也就是说 他们全员都至少还能再发一发 好不容易感觉动作稍微正常了点 别再继续给我叠加缓速了啊 真心别这样 恩 为啥这帮家伙HP减了那么多啊 因为他们有HP自动回复 很难让人认为是来这里的路上受到的伤害 我试着确认了一下其他问归的Status HP的减少程度各不相同 实质中的一半完全没有受到伤害 啊 我明白了 难道说 这就是那个坠落伤害 这样考虑的话 伤害的不一致就能让人接受了 所以呢 下半部分并没有到会吃到坠落伤害的高度 问归固然硬 但同时也很重 而且他们虽然同时有着很高的物理与魔法耐性 却没有落下耐性 原来如此 我总算找到这帮家伙的弱点了 就算不把他们丢下山崖 利用实能 他们就会因为自身的重量而吃到重大伤害 很好 就让我来大干一场吧 我力定不动 一边预测问归的动作 一边活动双手 问归从三方扑来 一发打中了背 一发打中了侧腹 我总算努力踏稳了脚步 迎接正面冲来的最后一发 我一边承受正面扑来的问归的冲撞 一边用事前做好预判的双臂抱住问归 嘎面 问归挣扎起来 但我可不会放手 我顺势猛登地面 跳向正上方 当然 也张开了翅膀增加跳跃力 嘎 嘎面 虽然问归们在一瞬之间 惊得目瞪口呆 但立刻就慌慌张张地 叠起罗汉来 追赶住我的高度 这帮家伙 协作能力真的很强啊 最上方的问归扑了过来 但紧紧掠过了我的脚 很好 总算成功逃掉了啊 真是遗憾 你们刚好差了一只的高度啊 毕竟他被我包住呢 我到了问归们够不到的高度 接着我向下吐出出车载吐息 依火箭的要领飞得更高 从空中看下来 问归的塔显得比之前小了许多 飞到相当高的地方了呢 吐息火箭 这个可以有 我在空中转了一圈 急着离心力往下推出问归 将它丢了下去 以这个重量与高度 评级重力加速度 能有相当大的威力吧 哎呀 这个世界的重力加速度 是多少赖住 荡城跟地球一样可以吗 获得通常技能星落 LV1 星落 啊 这个飞上来 再帮得砸下去的招式啊 被认定为技能了 嘎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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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往正下方丢出的问归 纵贯八层龟塔 将其摧毁 问甲鞘碎裂 里面的内容物也四分五裂 在周围撒了一地 哦 相当黑暗的画面啊 获得经验值306点 英称号技能行走的蛋 LV1的效果 进一步获得经验值306点 恶病子龙的等级 从LV15上升到LV22了 哦 升了不少啊 果然 以经验值角度说 呼朋引瓣后的集团狩猎 是游水最足的 特性技能飞行的等级 从LV1提升到LV22了 很好很好 这要是能让我飞得稍微像样点 就谢天谢地了 啊 还有一只活着的 我用星落打倒的 只有投出去的那只问龟 及跌塔的那些问龟 追着我跳来坠地的那只问龟 还没有被打倒 想要慢慢 悄悄逃走的问龟 注意到我的视线 害怕地颤动起身体来 我中的缓速效果 也基本解开了 我追上问龟逮住它 像先前一样 发动起跳 展翅 吐息火箭的连段向上爬升 然后一边使用滚动回转 一边猛地将问龟投向地面 有请星落 嘎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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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龟撞击地面 咩甲敲碎裂 露出了里面翻着白眼鲜血淋漓的咩龟 获得经验值36点 英称号技能行走的蛋 LV的效果 进一步获得经验值36点 很好很好 升了相当不少级 暂且来确认下Stars吧 种族 恶病子龙 状态 通常 LV 2240 HP 58116 MP 43113 攻击力 105 防御力 91 魔法力 95 速度 93 Rank 低价 特性技能 龙灵 LV2 神之声 LV3 鼓励杀语言 LV1 飞行 LV2 龙灵粉 LV1 暗属性 LV 耐性技能 物理耐性 LV3 落下耐性 LV4 饥饿耐性 LV3 毒耐性 LV3 孤独耐性 LV4 魔法耐性 LV2 暗属性耐性 LV2 火属性耐性 LV1 恐怖耐性 LV1 通常技能 滚动 LV4 Stardus 阅览 LV4 出载 吐息 LV3 口哨 LV1 龙拳 LV2 病魔之息 LV1 毒牙 LV1 麻痹 毒爪 LV1 龙尾 LV1 咆哮 LV1 星落 LV1 称号技能 龙王之子 LV 行走的蛋 LV 迷糊 LV4 只是个笨蛋 LV一肉搏者 LV4 海虫杀手 LV3 安全思考 LV一骗子 LV2 回避王 LV1 救护精神 LV4 小小的勇者 LV1 恶之道 LV3 灾害 LV1 胆小落跑者 LV2 厨师先生 LV1 卑劣之王 LV1 好耶 攻击力总算上三位数了 不过我是不会因为这点程度满足的 因为想要跟小型炎龙交战的话 不把所有status提高到200左右是根本没有胜算的 不过话说回来 像这样仔细回顾下来 发现获得了相当不少险恶的称号啊 卑劣之王 我就坏到了这个程度吗 恶之道也升到LV3了 这个到底有多少级啊 升到最高我不会死吧 技能等级最高为LV10 啊啊啊 是这样啊 突然冒出来吓了我一小跳 那么就来回收瘟龟的肉吧 很遗憾 最大的目的瘟甲鞘是不行了 全都破破烂烂的 再加上瘟甲鞘有跟身体本体的骨头紧紧连在一起的部分 无论怎么是都没法顺利的给它弄开 从损坏较为轻微的瘟甲鞘上包下瘟龟来 让原本就满是裂系的瘟甲鞘碎了稀烂 就这样保留瘟甲鞘分离归肉似乎很难 无 在残留着内容物的情况下 当瘟来用实在是有点 嘛 把残留物控制在最低限度 其他部分去掉 倒也不是不能用 不过就算能动前进 瘟本身也还是破破烂烂的啊 果然还是自己用途来做吧 总之选出剩下的瘟甲鞘中最像样的一个 把瘟龟的肉塞到里面搬运吧 今天的伙食是甲鱼锅子呢 可是相当美味的哦 不适当收集点看起来能吃的植物可不行了 蔬菜很重要 这类世界果然还是以面包为主食吧 还想用剩下的汤汁做杂烩粥呢 有没有像是米的东西啊 我一边将肉与瘟甲鞘包开 一边把肉装进瘟甲鞘之中 因为沾了不少血 看起来显得相当惊悚 但这也没法子 就在我抱起装满肉的瘟甲鞘时 听到背后有巨大的脚步声接近过来 惨了 是大型魔物吗 得趁着还没被看到赶紧逃 嗯嘎面 嗯 啥啊 还有一只猛 不过该怎么说呢 总感觉作为问归来说 该说他声音比较低沉呢 还是该说他声音比较大呢 随着吱吱嘎嘎的声响 树木惨遭压倒 然后 那家伙献出了身姿 可说是有汽车大小的巨大倒扣水瓮 而可从问口窥到的手脚 也都和我的腰围一般粗细 第一眼看到的瞬间 就能感觉到物种间绝对性的未接差 那帮家伙 居然给我叫来这种不得了怪物 嗯姑面 喂喂 什么嘛 这家伙 太犯规了吧 种族 大问归 状态 通常 LV 2455 HP 233233 MP 156 156 攻击力 74 防御力 245 魔法力 76 速度 4 Rank 细减 特性技能 归之甲鞘 LV5 热感之 LV4 HP自动回复 LV4 耐性技能 物理耐性 LV5 魔法耐性 LV4 麻痹耐性 LV2 水属性耐性 LV3 通常技能 缩入科中 LV4 咬捏 LV3 钢铁冲撞 LV4 高阶缓速 LV4 恢复数 LV3 水流 LV2 称号技能 铁壁守卫 LV6 鱼盾者 LV4 龟之诅咒 LV1 是个有着200级别 Status的主 跟铜鼠K魔物的 小型炎龙比起来 虽然攻击性能 低了很多 但HP 防御相关 则比那家伙还要高 不妙 这货绝对不妙 不如说 靠我是没法彻底 打倒他的 HP实在是太高了 再说原本我的攻击 就没法生效 就算想靠星落 利用重量来做 也实在没法抱着 那玩意飞起来 所幸 大问龟的速度 慢得一塌糊涂 该丢下装满肉的 瓮甲鞘逃跑吗 这玩意死重死重的 不过 我想吃吃问龟 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大问龟的速度 似乎很低 而且攻击力 也高不到哪去 万一被攻击到 也不会特别危险吧 嗯 大概 行得通吧 就算抱着这个 也能逃掉对吧 我抱起装满肉的 瓮甲鞘 跑了起来 大问龟伸出头来 怒视住我 嘎面 随着大问龟一声断鹤 紫色的巨大光块 拨得飞了出来 多半就是刚才在 Status里看到的 高阶缓速这个魔法吧 从名称上 可以想象到 是缓速的上位魔法 可不能被打中 嘎面 摁嘎面 摁嘎面 扑 一堆紫光飞来了 真亏你 MP能撑得住啊 混账家伙 果然还是应该 丢掉装肉的 瓮甲鞘 赶紧逃啊 连能躲避的空隙 都没有 紫光像是被吸入 我身体一般 溶进我体内 混蛋 身体完全动不了 啊 不 稍微动了一点 真的就是一点点 大瓮龟一边击倒树木 一边从我背后追来 这怪物度都爆表了吧 对方更快 来了 啊 那家伙 摆起冲撞的架势了 冲撞来了 攻击的轨道 明明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却完全没法避开 堪比车辆的巨大质量 借着身体冲撞 撞击了我 咕哦 我被轻而易举地撞飞 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就算没有速度 那质量也太犯规了 吃上个几发身体就会垮掉 啊 装满我今天火石的瓮甲翘滚了出去 里面东西洒了一地 没有去回收他的余裕啊 混蛋 我只能认为拿个经验值已经不错了 然后只有逃跑这一条路可走吗 等等 真的逃的了吗 我慌慌忙忙想要站起来 那巨大的躯体发出沉甸甸的声音追了过来 光是站起来就已经很费时间了 要是被那玩意踩到 只会连抵抗都做不到的死去 我已快要站起来的姿势 直接转入到滚动状态 刚才抱着瓮甲翘滚步了 但只要我彻底放弃那东西 就能用滚动逃走 没错 能逃走 才对 嗯嘎面 想要进一步叠加状态的高阶缓速打了过来 虽然靠着全力转换方向躲到了第一发 但第二发 第三发又连续发射过来 我没法完全应对 被紫光包袱 乌瓦超慢 我明明在滚动 但是超慢 我瞥了一眼身后 大问龟慢悠悠地追了过来 他不断缩短着我们之间的距离 明明大问龟的速度只有四才对 却不知为何让我觉得他速度很快 真是不可思议 跟缓速比起来 高阶缓速的效果是不是强过头了 搞不好是那家伙拥有的称号技能龟之诅咒提高了技能效果 慢慢靠近的大问龟追上我 再次平击住自身重量发动冲撞 我再次惨遭撞飞 脑袋猛撞在地上 因为脑袋受到冲击 我的视野摇晃起来 后背也痛得一塌糊涂 啊 这已经不行了 只要高阶缓速还在发挥效果 就不可能逃走 只能被从后方单方面撞飞 对上那东西 我顶多还能撑个两 三发吧 再多的话就保不住清醒意识了 既然不可能逃走 是不是该考虑下打倒他呢 不 那东西不可能打倒啊 绝对做不到的吧 就算没吃到高阶缓速 也完全没有能给他致命伤的办法 他还细致周到的背齐了 HP自动回复和恢复术 不过我觉得就算没这种东西 也没几个家伙能穿透他的防御就是了 想将他推落悬崖也是不可能的吧 不断以龙拳正面殴打 或许能让他退上个一步 但这就是极限了 话说 要是有那个余裕的话 我早逃了 利用被撞飞的势头 使用飞行逃向上空吗 但光靠飞行的话 基本滑翔就是极限了 就算是用土锡火箭也顶多只能往正上方飞 接下来就只能动弹不得的掉下来 不 等等 故意站在崖边挨揍飞向山崖 然后利用这个势头使用飞行飞往对面 是不是就能逃掉了呢 我确认自己剩余的体力 种族 恶病子龙 状态 缓速 大 LV2240 HP32116 NP43113 好的 行得通 能撑住下一法 故意承受大王龟的冲撞 利用骑冲机 靠着飞行越过山崖逃往对面 想要逃过这一劫 别无他法 我使用滚动 凝转方向前往崖边 大王龟从我背后追了过来 很好 来吧 之后只要再吃一发就行了 这之后就暂时再见了 等我强盗能一击给你打飞 会再回来的 悬崖跟前 大王龟对住我的身体突进而来 那份魄力让人感到害怕 但以我现在的速度也没可能回避掉 我几乎无抵抗地被撞向山崖 好的 虽然稍微让我有点害怕 但我还活着 就这样张开翅膀 从没有立足点的山崖之上飞过去逃跑 这里发生了一件与预定不同的事情 我太小看高阶缓速的效果了 我自以为足够了解那魔法的无耻下流之处 但它还是轻易超出了我的预想 嘎面 大王龟似乎是察觉到了我张开翅膀的意图 他又进一步对我放出高阶缓速 我也没法避开 再种紫光 然而现在再怎么叠加效果也只是降低速度而已 虽然我这么想 但大王龟为了追击展翅的我伸出了脖子 他是为了能追击到已经在空中进入飞行姿态的我 才放出高阶缓速的 我的HP已经越来越少了 被他直接咬到的话得完蛋 非得避开直击不可 若只是擦伤的话应该还是能挺住的 回避掉这一下的话就能逃掉 我一边乱挥手脚 一边朝背后吐出除载吐息试图提升飞行速度 多亏除载吐息的加速 闲闲躲过了大王龟的遗迹 但我的脚爪却勾住了大王龟的嘴角 而乱动的手部的爪子则勾到了大王龟的眼角 惨了 暂且得救了固然是好 但像这样可非不拉 我试图活动手脚 让勾住的爪子松开 但依然挂得死死的 一动不动 大王龟为了甩开挂在他脸上的我 纵向大幅甩动脖子 而我也一边祈祷住 赶紧挣脱一边活动手脚 盼命挣扎 我想着能不能撕开勾住的肉逃跑 用最大威力喷出除载吐息 但他的肉太硬了 根本没有效果 这个时点上 多半对大王龟来说 甩开我的优先度 也远比帮同种魔物报酬来的高 我们虽然互为敌方 但目的是一致的 然而很遗憾 这点无法实现 要是我妥协了 退回去细心解开爪子 对大王龟来说 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不攻击我的理由 所以到了最后 我们还是只能继续进行 这种毫无结果的拔河比赛 嘎 嘎面 体重输给对手 我就急着不断吐出 最大威力的除载吐息来弥补 MP 给我挺住啊 通常技能除载吐息的等级 从6V3提升到LV4了 撕开塔 快松脱 撕开塔 快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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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不过气来 好痛苦 但即使如此 也绝对不能停止除载吐息的喷气推进 我就只有这招了 要是停下来的话 瞬间就会被拉回大王龟站住的那一边 然后就只能被干掉 现在除了拿出叛死觉悟来 不断吐出载吐息外 别无他法 获得耐性技能 缺氧耐性 LV1 好耶 这样就还能坚持下去 给我把他的皮撕开啊 过 嘎面 能醒 能赢哦 我把那庞大的身躯拖向这边来了 快给我撕开吧 要不然松脱也行 不管是哪边都行 快让我获得解放吧 通常技能除载吐息的等级 从LV4提升到LV5了 来了 往我这边靠的更多了 耐性技能缺氧耐性的等级 从LV1提升到LV2了 获得称号技能顽强毅力 LV1 咕噜啊 嘎面 大温龟被不断拖向我这边 即使如此 勾住的爪子也完全没有振脱的迹象 就在这期间 身体往牙外探的过多的大温龟失去了平衡 嘎 嗯嘎面 大温龟立足的地面崩塌 受此影响其庞大身躯向下沉去 被这么一扯 我那挂在大温龟身上的爪子被从我的身上拔了下来 嘎 啊 超疼啊 我的身体挣脱束缚 就这么一打小钢珠的药领背向飞行弹向对面的山崖 高阶缓速的效果似乎也刚好减弱了一些 使得我的势头迅猛无比 视野转了好几圈 差点让我的意识远去 全身都感受到巨大的冲击 然后猛地被强制静止下来 回过神来时 我的后背已经撞在了崖对岸的树上 嘿嘿嘿 逃到了吗 嘎咩咩咩 大温龟的尖叫在四周回响 嗯 发生什么了 就在我这么势不关己的思考时 远远听到了估计一声什么东西杂烂的声音 获得经验值288点 英称号技能行走的蛋 LV的效果 进一步获得经验值288点 恶病子龙的等级 从LV22上升到LV30了 获得称号技能以小博大 Giant Killing LV1 通常技能Status越南的等级 从LV4提升到LV5了 可以查看获得的道具 对质的魔物的相关情报了 我试着看向牙对岸那里 没有大问贵的身姿 不过 那家伙立足的地面崩塌了 这么说来刚才地面 看 那家伙掉下去了吗 我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让自己朦胧的意识活性化 我走到崖边 一边注意住脚边不让自己掉下去 一边窥视崖底 大问贵似乎撞上了 河里露出的岩石 他那化为残骸的身姿 就躺在那里 骂 骂 结果All right了 我对那的洞窟已经有所留恋 这家伙死了的话 就能回对面了 也还想回收问贵肉呢 总之呢 等级又上升了 再确认下Status吧 种族 恶病子龙 状态 通常 LV 3040 HP 840 MP 137 攻击力 129 防御力 110 魔法力 120 速度 109 RANK D架 特性技能 龙灵 LV2 神之声 LV3 鼓励杀语言 LV1 飞行 LV2 龙灵粉 LV1 暗属性 LV 耐性技能 物理耐性 LV3 落下耐性 LV4 饥饿耐性 LV3 毒耐性 LV3 孤独耐性 LV4 魔法耐性 LV2 暗属性耐性 LV2 火属性耐性 LV1 恐怖耐性 LV1 缺氧耐性 LV2 通常技能 滚动 LV4 Status越览 LV5 除载吐息 LV5 口哨 LV一龙拳 LV2 病魔窒息 LV1 毒牙 LV1 麻痹毒爪 LV1 龙尾 LV1 咆哮 LV星落 LV1 称号技能 龙王之子 LV行走的蛋 LV迷糊 LV4 只是个笨蛋 LV一肉搏者 LV4 海虫杀手 LV3 安全思考 LV骗子 LV2 回避亡 LV1 救护精神 LV4 小小的勇者 LV一恶之道 LV3 灾害 LV1 胆小落跑者 LV2 除师先生 LV1 卑劣之王 LV一丸强一力 LV1 以小博大 LV1 WR HP MP 都几乎空了 还差一点 就突破了吐息了 那样就只能被 大瓮龟干掉了 好险好险 不过 果然还是逼到极限 才能成长啊 嗯 技能等级 也顺利提升了 本想着 还得多花点时间 才能到的下一次进化 也离我越来越近了 想在下一次进化之前 提升一下 侏儒救护精神啊 小小的勇者之类的等级啊 说起来 完全没有学会 人化之术啊 虽然距离进化还差 LV10 但这期间能学会吗 要是什么都没发生 直接升到LVMA 我真心会哭哦 我平安回到了 作为据点的洞穴 将装弱的瓮甲鞘 放在里头后 走到外面来 虽然 HP残量让我有点不放心 但我还有要做的事 我想要那个 像是赤斗的东西 以及其他能放进 硅肉锅里的食材 这点程度的东西 在洞穴周边就能找到吧 就算只有现在这点 HP也绝不会有危险 硬要说的话 也就是可能会遇到 那个奇怪的史莱姆 这种程度的事了 不过虽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让我有点害怕 但那家伙的 Status也很低啊 下次再看到他 就刷的打倒他 解决后顾之忧 不过 打倒大问归那时候 我处在震惊之中 没怎么注意到 但Status越览上 追加的那个能力 一般来说 是不是有点小厉害啊 似乎是能阅览关于道具 魔物的详细情报了 有这个的话 感觉采摘植物的话 会超顺利啊 也能明白有毒无毒啊 虽然就算有毒 感觉很好吃的话 还是会吃就是了 也有着耐性 多少吃点应该不要紧吧 不如说这样 还能提高耐性技能 我一边注意住地面 一边行走 发现树根上长住蘑菇 是黄色与黑色的虎纹蘑菇 哦 这看起来不是挺好吃的吗 感觉摘下来 拿手里看看 雷蓉 价值 低 据说它会彻底吸干宿主的营养 使得被寄生的树 无法揭示 越是夺取宿主养分 其自身的营养素就越丰富 味道也会更加美味 不过 它有着轻微的麻痹毒毒性 掠夺它者 却为自身加上保险 是相当卑鄙的军菇 别说那种话嘛 这是生存的智慧了 生存的智慧 要是没那么一点奸诈 只会被全世界 当成食物而已哦 等等 为啥我要帮蘑菇说话啊 而且 我没有麻痹耐性啊 虽然有点遗憾 但这个还是放弃吧 不过 它似乎很好吃啊 姑且拿着吧 似乎说是麻痹毒 也就只有轻微的程度 多半不要紧 不如说 可能会增加耐性 挺好的 发现了巨大向日葵般的花 它的根膨胀得很异常 这让我稍微有点在意 想要鉴定它走了过去 这时膨胀的部分裂开 张开大嘴向我啃了过来 我赶紧揍它将它收拾掉 获得经验值十二点 英称号既能行走的蛋 LV的效果 进一步获得经验值十二点 连食肉植物啥的都有啊 怎么看都不像能吃的东西 但姑且调查一下吧 试人花 价值C减 是能吞噬动物的少见植物 不过它无法消化盐分 会将其蓄积在根部尖端的白化部分 有时也会将其根部烧成灰 来当作盐来使用 为此 根据地域情况 对其加以重视的并不在少数 或 这么说来 前世也听说过 有把盐分积蓄在叶子中 随风远远送走的植物 这不挺好嘛 没有盐也挺让人困扰的 就只把根那部分带走吧 将其挖了出来 确实 根的前端有变白膨胀的部分 有相当分量呢 对想要研究我来说 可说是正好 再找到它的话 就积极展开狩猎吧 那么接下来是 啊 哦 有长着紫色散盖的巨大蘑菇 我将它拔出地面 用Status月览加以鉴定 怪物容 价值 低 成长后会能够自己行动 变成袭击人类的魔物 有着类似肉的味道 被当作一道真味 挺好的挺好的 这个也带回去吧 感觉能熬出不错的汤汁 我拔出怪物容 抱着它 为了寻找新的植物 漫步在森林中 啊 又找到奇怪的蘑菇了 白白的小小的 总觉得有点幻想式的 可爱感觉 摩罗托洛基亚 四只A 被认为有着 一旦栽培成功 可以重振财政崩溃国家的 价值的蘑菇 外观酷似名为 阿鲁托洛基亚的毒孤 且这种毒孤的数量 要多得多 使得很多人注意不到它 有着置换作用 会催生强烈的幸福感 五百年前 曾捣碎它与兴奋剂混合 当作毒品来贩卖 从那之后 只要发现它 就将其烧毁 变成了公共规则 但直至今日 依然会在诸如拷问 欲成狂性者 或狂战士等 广泛用途上使用它 只要有一颗冲淡之后 就能做成许多毒品 因此将其卖给想要之人 可以卖出庞大的金额 然而 只要走错一步 也可能当场脑袋落地 我将它狠狠地扔到地上 在它化为飞灰之前 不断用除载吐息加热它 称号技能小小的 勇者的等级 从LV1提升到LV2了 升级自然让我很高兴 但像这样就行了 不对 如果将它放着不管 又或是输给欲望 把它带走 很有可能导致 足以使整个村庄 灭亡级别的骚乱 不如说对这个蘑菇 评价过低了 还是这么来考虑吧 我这是将萌芽状态的灾恶 烧成飞灰了 好险好险 差点吃了不得了的东西 这可不是获得耐性 这种次元的事了 吃了那玩意会变成肺龙的 蘑菇已经够了吧 采了不少了 我记得 再稍微走一段路 有那个 啊啊 找到了找到了 是我当胡椒用的 那种成串的赤豆蜂植物 感觉这是相当好用的东西 多采一点吧 顺带也查看一下 皮佩里斯 价值必加 它有着能增进食欲的独特香味 过去曾是最具人气的香辛料 然而它很难栽培 且有传闻说 它的根能制成包治百病的药物 导致它如今 只有少量残存在边境之地 残存的这点 也总有一天会耗尽 然后彻底灭绝吧 在异常讲究食物的 有钱贵族之间 有着很高的需求 据说它有着 与等重的黄金相同的价值 黑爱 原来是相当不错的东西啊 不过话说回来 基本看不到村民什么的来采摘啊 是因为到这里来的路上 魔物很多吗 搞不好连它的存在本身 都没有被注意到 妈算了 判命多采点吧 搞不好等哪天再来 就发现它们已经被连根拔进了 除此以外 还采摘了些 诸如蓄积着魔力的甜树根啊 味道很香的叶子啊 内部蓄积的包子团 被荡成真味的蘑菇啊 发出超亮光芒的蘑菇啊 很像白菜的蔬菜啊 之类的东西 白菜果然很重要呢 说到锅子就不能没有白菜吧 在归途中 反杀了来袭的灰狼狼群 两手被占得满满的 所以是用脚干掉它们的 我也变强了 先回了一趟洞窟 将采摘的东西放好 再去将打倒的灰狼肉捡回来 五 今天的收获相当不少啊 有裂缝的瓮甲鞘 食之粪的瓮龟肉 雷蓉 是人花的根 怪物绒 匹佩里斯 魔法树的根 芳香叶 光绒 割林球菜 五头粪的灰狼肉 及毛皮 不过就算今天吃掉问归的话 该拿着大量的灰狼肉 怎么办呢 试着做成利于保存的干肉吧 多亏了光荣 洞窟里晾烫了许多 有彩它真是太好了 就拿它来当灯泡用吧 毕竟这里等到太阳落山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呢 光源还是很重要的 就算是吃饭 黑灯瞎火的吃 也会觉得难吃起来 睡觉时就用灰狼毛皮 盖住光荣吧 我在洞穴的入口附近 挖了个洞 往里头放入枯木 再用厨宰土锡点火 然后将荡成锅子用的 瘟甲窍放在上面 这东西相当破了 但没有漏掉 我从河边打来的水 真是太好了 虽然外观不好看 但依然能用 瘟甲窍中 装住类似白菜的植物 割林球菜 其他一些采来的蘑菇 瘟龟肉 以及调味用的食盐替代品 使人花的根 嗯 这不是很有汤锅的感觉吗 真是让人怀念的 想流泪了 也用爪子 削树枝 制作了筷子 唯有龙铃 不用在意 多少有点烫的热水 手抓食物 虽然粗鄙 但我连直接 从狼身上啃肉 都体验过了 事到如今 这也不过是小事了 但这种算是 创造氛围的 我的爪子很长 不方便活动止透 但即使如此 我依然刻意挑战 以筷子进食 咕嘟咕嘟煮的差不多了 我吃了一口蚊龟肉 哇 这个好好吃 超美味 就跟淡淡嫩嫩的鸡肉一样 前世可没吃过这种东西哦 既然它这么美味 下次再狩猎蚊龟吧 拿出灭绝它们的势头上吧 今天猎到食肢 实在是太好了 要是能回收 那个大蚊龟的话 就有堪称海量的肉了 不 那东西是不需要的 毕竟那东西的皮肤 不是一般硬啊 这种东西 大体上都是成长后 变硬变难吃的 鸡肉也一样 我听说紫鸡 是最嫩最美味的 嗯 接下来吃吃这个 黄黑条纹的蘑菇吧 这个是叫雷蓉来住 没错吧 说是有麻痹毒 但味道美味来住 呜呜 虽然有点火辣辣的感觉 但口感很好啊 该说是很爽脆的口感吗 跟问归的汤汁相性很好 虽然有些舌尖麻痹了 手上没感觉了之类的症状 但立刻就痊愈了 龙真是厉害 我又重新认识到这点 获得耐性技能 麻痹耐性 要V1 很好 赚到了 之后我也一样样品尝着吃了下去 又是追加食材 又是放入哥林球菜 导致汤水变多 各种各样做了许多 最后忍耐不下去 咬碎了筷子 抓住问甲鞘的边缘将它举起来 直接将内容物灌入口中 呼啊 真是超好吃啊 满足满足 果然豪快的吃法才是最棒的 我这是不是已经变不回人类了 我一边抚摸着鼓起的肚子 一边沉浸在问归味道的鱼韵中 那帮家伙多亏长住问甲鞘 要是没有这甲鞘的话 多半会遭到烂捕而灭绝 接下来问归这样就好了 但剩下的山一样多的灰狼该怎么处理呢 也不能放着它们认它们腐烂 还是按照计划 随便做做干肉吧 将灰狼解体 去除脏器 骨头 头部 再将肉与皮毛分开 把肉切成是手的尺寸 去掉荆棘脂肪 用厨仔土锡 烧掉使人花的根做成灰盐 再将其揉入肉中 用盐来搓揉的话 既能杀菌也能去除水分 这样应该就能存放一些日子了 灰狼肉实在是太多了 光是这一项工作 就几乎耗光了灰盐 揉完盐之后 将肉全部拿到外面去 门口就有正合适的树 我用除载土锡 对住高度合适的树枝喷涂 用来杀菌并去掉多余的树叶 然后将肉一片接着一片 串到变得光秃秃的树枝上 嗯 这样感觉还不错啊 如果失败的话 妈 下次再活用教训吧 不过毕竟有这么多的分量 要是失败了 失望感可不是说着玩的 称号技能厨师先生的等级 从LV1提升到LV2了 哦 好耶 那么接下来是毛皮 毛皮就这么摆着也会烂掉啊 不过毛皮的加工方法啥的 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明白啊 总之刮掉脂肪 埋到眼里杀菌脱水 这样应该能避免立刻腐烂了吧 不过接下来应该怎样处理才好呢 细微的地方完全不明白啊 要是生了虫子就太讨厌了 那样的话还是扔掉比较好吧 不过 还是想要绒毯和衣服什么的 万一人化了却只能全裸什么的 绝对不要啊 就算去了村子也会被当成变态赶走 总之今天先从毛皮上取掉脂肪 碎肉用剩余的盐抹一遍 然后把皮佩里丝放到外头前灶 之后就慢慢休息吧 明天再认真去收集 世人花的根以及皮佩里丝吧